在四顾剑被王十三郎背回去后 虽然云之兰有些不满 却仍不敢违背四顾剑的意思 便带着其余的弟子 离开了城主府 此时场间就剩下了北齐人 范贤还有影子 小范大人好手段 竟然一句话就逼得剑卢不能出手 不过我不是东夷人 今日机会难得 要不要切磋一二 郎逃在剑卢的人离开后 便走到了范贤身前 对着范贤微笑地说道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范贤此时 刚刚脱离了强大建议的险境 稍微放松了些 就又被郎逃盯上 熟师让他有点有心无力 不过郎逃却并不打算放过范贤 因为范贤之前 杀了他们太多天一道弟子了 仅仅是西湖那边 就有十几位弟子 死在了范贤手里 而范贤还未说话 战斗到则是笑了笑 阻止了郎逃 他断然是不能让郎逃 对范贤出手的 我北齐师叔传国 当然不会以众领馆 郎逃大人 我们走吧 说完 战斗到便打算 带着众人离去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足以让他消化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要好好回去想一下 有什么能够利用的 但战斗到刚走出一步 范贤就叫住了他 那个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得来以范贤和战斗到两人的关系 说出这句话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范贤是外臣 战斗到的身份是北齐皇帝 此言一出 可谓是无理到了极点 让北齐的众人 瞬间目瞪口呆 甚至让他们更震惊的是 自己家陛下 竟然没有生气 而是笑着 对范贤回应了一句 范清加油何事 带你休息好好再聊吧 虽然战斗到脸色是笑着的 但是范贤清楚地看到 战斗到眉宇间的冷漠和愤怒 也瞬间意识到了 自己说的话 有些不妥 毕竟两人现在身边有着外人 那么范贤要打算 跟战斗斗聊些什么呢 陛下 外臣又要是禀报 范贤意识到问题后 便立刻换了种语气 对战斗斗恭敬地说道 而战斗斗也是沉默了许久 内心中坐着挣扎 但在看到范贤 此刻神情的时候 就想起了昨夜 心神遭受的震党 你们都出去 震有些话要同范清家说 战斗斗还是 将郎桃等人赶了出去 很快成主府内 便再度回归了平静 范贤走到了战斗斗的身前 附身在他的耳边 轻声说道 今天你最后听见的那些东西 不要说出去 不然我也会 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说出去 范贤的话语里 带着赤裸裸的威胁 但这也是保全南庆朝廷平安的选择 战斗斗也没想到 范贤竟然这么快 就猜到了自己的意图 然后很直接的 用自己的秘密来威胁自己 监察院六处主办 是四顾剑的弟弟 这件事可以用来发挥的地方太大 能够直接动摇 南庆朝廷的根基 让范贤跟监察院之间 产生不可协调的矛盾 而北极的锦衣卫 也早就知道了 当初庆庙刺杀仪式 范贤也一直认为 行动之人 是思故间那不闻于世的弟弟 所以这个消息 也是目前 战斗斗对抗南庆最大的筹码之一 战斗斗只能将这个想法一弃 他不可能冒着自家朝廷混乱的局面 去引发南庆的内乱 朕知道了 战斗到脸色阴晴不定地变换着 却还是答应了范贤 此刻成主府外面的郎桃众人 脸色也在不停地变换着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在剑炉外面心急如焚 最后陛下 竟然和范贤相谈甚慌 传令下去 让木鹏赶回来 郎桃声音十分冰冷地说道 他此时怀疑陛下 被范贤下了毒 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不过战斗斗的毒 却不是那种会死人的 而是心上的毒 异常无解 今日城主府满门尽丧 云芝兰也已经意识到 在过些时日 东夷城就会改名唤姓 成为李家王朝的附属品了 但他已没有能力 去阻止事情的发生 思故建和范贤的协议 不是他能够摧毁的 所以只能够静静地看着 事态的发展 在范贤离开城主府后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剑炉 跟这位大宗室商议 最后是来接管剑炉的建议 英姊不会接管东夷城 范贤看着四顾剑 很肯定地说道 他是一直想要杀四顾剑的人 更是南庆监察院的官员 怎么可以去接管 四顾剑留下来的遗产 但四顾剑却不这么认为 他始终认为影子是东夷城的人 将剑炉交给弟弟 是目前看来最好的方法 云芝兰本来是一个 很不错的选择 只可惜这一次 他违背了四顾剑的心意 而王十三郎则是 一直被四顾剑寄予厚望 四顾剑不愿意让他被剑炉束缚 剩下的也就只有影子了 这也是四顾剑 留下影子一命的原因 庆妙的事情 原来真是陈平平做的 四顾剑此时画风一转 突然笑了起来 他本以为陈平平对庆帝 十分忠心 现在看来 陈平平这条老黑狗 对于庆帝 也没什么忠诚可言 此话一出 四顾剑跟范贤之间的气氛 瞬间紧张了起来 这是危及南庆朝廷 最深的一则信息 也是范贤最想要隐瞒的信息 一旦事情爆出去 庆帝绝对会杀了陈平平 陈平平一死 范贤在庆国之中 也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这是范贤最不想看到的 不要试图利用我 或者控制我 范贤冷冷地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便转身离开了剑炉 他只想快意地生存 而不是一直被这些老家伙们 暗中地操控 城主府事件结束两天后 北齐和南庆的两大使团 此时便缓慢而重重地 从关道上到达了东夷城 东夷城的欢迎仪式也非常热闹 但中间也难免出现了很多问题 城主府被途径 云之兰只能临时 从各地争调官员来应付 总归有些不顺手的地方 这些细节也落入了 两大使团官员眼中 很快这些人也得知了 城主府发生的血案 其实东夷城的归属问题 在使团入城之前 就已落下帷幕 接下来双方使团 就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中 天下被东夷 南庆和北齐三足鼎立 如今东夷城收入南庆的版图 也就说明南庆 距离真正一统天下越来越近了 在南庆官员知道 范贤拿下东夷城后 脸色上也引不住地兴奋起来 但是范贤却并不开心 他知道在四顾剑搭应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凶险 接下来范贤就交代了一些 跟东夷城方面谈判的细节 然后将影子 安排到了江南内库疗伤 通往陈园的密报 也早早发了出去 解决完所有的事情后 范贤便乘坐马车 前往了海边跟某人见面 见过廊桃大人 范贤看到廊桃后 很恭敬地行了个礼 而廊桃则是微微侧身 给范贤让出了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尽头 正是北齐小皇帝跟那位贵妃 在范贤到来后 死里里很知趣地退了下去 一个人前往海边散步 留给战斗斗跟范贤 说话的空间 石团已经到了东夷城 朕便要回去了 朕必须承认 这次冒险南下 没有获取任何利益 实在是让朕很失望 战斗斗叹了口气 他十分怨恨 自己是一个女儿身 不然就不会被范贤威胁 东夷城也不会这么轻易地 被范贤拿去 有什么好失望的 至少你没有杀死我 天下还没有大乱 范贤耸了耸肩 不以为然地说道 在你成为南庆皇帝之前 永远不要奢望正会指望你什么 战斗斗并不打算仰仗范贤 不过他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范贤如何 猜测出自己身份的 对于这一点 范贤并没有直接说出原因 而是说了一连串 战斗斗听不懂的名字 你知道朱英台是谁吗 莎士比亚的情人 穆婉青 王子咖啡店 怀孕的女教主 怀样少男少女 这一连串的名字 让战斗斗满脸迷茫 而范贤则是大笑了起来 顿时感觉浑身舒畅了不少 范贤没有海棠和十三郎那样的舞蹈天分 也没有庆帝的那种权术之心 更没有成平平那样的阴谋诡计 他所有的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见识 这就是他勇气的来源和信心的根基 也是让范贤得以活这么久的原因 很快两人之间谈话 便已经结束 北齐使团虽没有立刻离开东夷城 但也已经放弃了希望 因为东夷城已经开始了跟南庆谈谈 范贤自然也不着急 接下来的时间 他老二跟王十三郎喝喝茶 不然就是在海边冥想 成为了东夷城中 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 一个月后 范贤才再次踏入剑庐 去看望那 即将生死的大宗师 范贤准备离开东夷城之前 还是选择去剑庐 见了一面四顾剑 尼称得这么辛苦 何必呢 范贤看着躺在床上 双眼无神的四顾剑 有些不明白地问道 生死是没有道理的 我还不想死 所以我要活着 思顾剑用极起沙哑的声音回应着 这句话让范贤无法反驳 只要能活着 没有人会想去死 而范贤此时 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那就是思顾剑是如何活下来的 在大东山上的一战 范贤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思顾剑先受到了叶流云的流云散手 然后被庆帝王道之泉轰杀 思顾剑胸口上那巨大的伤口 范贤不是没有见到过 他只是震惊 受到这么重的伤 思顾剑竟然还能够活下来 不过思顾剑并没有回应范贤 而范贤则是走上前去 站在床边 掀开被子 非常小心地 拉开了思顾剑的衣服 然后查探那个巨大的伤口 许久之后 范贤才帮思顾剑将衣服穿好 开始仔细地在脑海中回想 先前看到的伤口 就算思顾剑是大宗师 但腹部的经脉尽碎 脏腹也全部腐烂 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而范贤这一次的查探 竟看到思顾剑伤口处 有着一种十分恐怖的青涩 这种颜色范贤非常熟悉 那是剧毒的颜色 费先生在东夷承待了多久 范贤想了一回后 突然开口问道 其实你比你自己想的 更聪明些 思顾剑此时缓缓开口 确实是费剑帮他稳固的伤势 因为整个天下除了费剑之外 已经没有任何人 拥有这种手法 用剧毒截断经脉 将死服掉的血肉 从而保住这位大宗师 不多的生机 范贤也没想到 自己这位师傅 能够跑到这里来救思顾剑 在范贤跟思顾剑的聊天中 他也了解到 费剑在出海之前 就来到东夷城 帮助思顾剑稳住了伤势 想到这里 范贤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群老狐狸们 是真让他看不懂 苦和临死之前 让木鹏帮助陈平平续命 费剑如今又帮思顾剑 稳住了伤势 他们为了天下局面 还真是煞费苦心 而范贤也从思顾剑这里得知 费剑已经跟叶刘云 一同出海 他可以帮助叶刘云稳固伤势 叶刘云可以保护费剑 两人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组合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范贤离开了剑炉 临走之前还不忘记练习一下 自己学到的思顾剑法 不过他在如何努力 也练不出那种孤高的剑意 能否成为大宗师 其实更多是看缘分 而接下来范贤就马不停蹄地 赶回庆郭之中 解决完东夷城的事情 他现在只想回京 去向庆帝求官 一路兼城 回到京都的时候 已经是天幕了 进入深宫之后 天色也已经黑了 不过范贤却没有见到庆帝 只是吩咐了姚公公 给范贤送去了些吃食 在范贤将饭吃完后 庆帝才缓缓走到御书房 你很好 庆帝看着范贤笑了笑 看到庆帝的样子后 范贤也十分无奈 但还是连忙将东夷城中的奏折 交给了他 在庆帝将奏折看完后 便走到了御书房的墙上 观看起了墙上的地图 这份地图上 不仅包括了庆国的疆土 还有北齐和东夷城的 庆帝伸手从庆国的疆土地区 缓慢地移动到了东夷城的方向上 他的手掌就像是一个箭头一样 蕴含着无数的权威 代表着数十万的军队 杀一十足 不费一兵一卒 便让朕拥有了此地 范贤 你说正该如何赏你 庆帝此话一出 范贤也知道 自己想要的事情成了 谈判还未结束 剑炉内部中依旧有纷争 那些诸侯国的王公们 只怕还要反水 关键是驻兵一事 不知道将来 会不会引起东夷城的反弹 范贤笑着对庆帝回应道 他能够看出来 虽然庆帝此时一脸平静 不过内心深处的喜悦 却是掩盖不住的 这位打算建立万代工业的帝王 已经迈出了万里征程的第一步 这种喜悦 是如何也掩盖不了的 思顾见怎么样了 听完范贤的回报后 清帝转身 换了下一个话题 全身瘫痪 三个月内必死无疑 很好 范贤 你说正该如何赏你 清帝此时又问了一次 范贤的诉求 不过以范贤如今的地位 其实已经是赏无可赏的状态了 但是又不能不赏 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京都 范贤立下手工 却没有任何赏赐 只怕那些臣子们 都会对清帝感到心寒 对于这个赏赐 范贤其实早已想好 但还是在清帝面前 装作了思考许久的样子 要不 就把东夷城封给微臣 范贤试探性的 问出了这句话 其实他也没奢求 要东夷城的封地 就算给范贤封王 也只可能是个淡泊贤王 而要是将东夷城给他 那就是猎土封王了 清帝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 看来 思顾剑还真如大东山上所说 以心想你去当那个城主 换一个吧 清帝懒得回应范贤 这个无脑的要求 坐了下来拿着杯温茶 慢慢喝了起来 而范贤也知道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却没想到自己还是输给了清帝 他跟清帝玩心眼 说实是玩不过啊 在清帝让范贤换个赏赐后 范贤便直接说出了第一个想法 那就是让清帝 给范若若一道旨意 让他能够自行则序 但清帝想要完全掌控范贤 就不可能给范贤 和他身边的亲人太多自由 这第一道旨意 依然被拒绝了 而清帝却突然 换了一个话题 朕记得 你如今还只是监察院提思 这句话一出 范贤便知道了 自己求官知识有苗头了 能够再往上爬一爬 也是他谨剩的想法了 但还没等范贤开口 清帝一句话 就堵住了范贤的嘴 成平平那老狗 反正也不管是了 你就记了院长一职 让那老家伙好好休息吧 二时出头 朕就让你担任了监察院院长 可算是高恩厚道了 清帝略微带着嘲讽的语气 对范贤说道 这确实是让范贤十分的恼火 虽然他的身份还是提思 但这么多年的时间 成平平刻意地培养和放权 此刻的范贤 早已经和院长没什么区别了 清帝却用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进阶 打发了他在东夷城的功劳 朕时有些寡安了 但是范贤虽然恼火 却终归是压下了情绪 胡乱行了个礼 便现而去 回到家中后 范贤并没有急着 去做第二件事 而是好好的修整了一番 因为他下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让陈平平 能够安稳地退休 既然院长之位 已经不是陈平平的了 强制退休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至少范贤也算是保住了 这位院长大人吧 第二天一大早 范贤就收拾好 坐着马车出城了 今日正好下起了雨 似乎并不是一个送行的好日子 范贤第一站就是前往了阎府 到达后 并没有等待通报 就静止地 向阎府后院走去 此时阎兵云正和那位沈大小姐下着旗 看到范贤后 也是有些震惊 今日好兴致啊 范贤笑着对阎兵云说道 一旁的沈大小姐看到范贤后 便立刻起身行李 然后退了下去 将空间给二人留了出来 我马上要接任院长一职 需要你赶紧拟出一个调程来 我要做真正的院长 范贤坐下后 没有任何的寒暄 立刻切入了正题 他想要的 是让陈平平 彻底和监察院脱手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 陈平平退休后 可以安然无恙 而阎兵云的心中虽有些疑问 不过还是答应了范贤 既然他要做这种事情 就必然有道理 只要不危害到庆国 让院长安稳退休 阎兵云也没必要阻拦 处理好了严府事情后 范贤这才正式向城外走去 其实他想要的 本就是彻底接管监察院 成为监察院真正的院长 昨夜他凭借演技片过了庆帝 现在又把严冰云的事情安排好了 接下来就是跟陈平平面谈 为了逼我离开京都 你这个小王八蛋 还真是舍得动脑筋 陈平平看到范贤后 一边咳嗽一边骂道 你所做的事情 太过于恐怖 我不能让你成功 所以只能逼你退休了 范贤看着陈平平 一字一顿地说道 为了不让整个天下大乱 范贤才绕了这么多的丸子 让这位手眼通天的监察院院长退休下来 他答应过很多的人 不能够让这个天下乱起来 其实让范贤马不停蹄 接管监察院的原因 就是害怕陈平平跟庆帝翻脸 孤河想尽一些办法 延长陈平平的性命 因为他看得很清楚 只要陈平平活得越久 那么跟庆帝翻脸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陈平平让四顾剑多活两年 是因为他早就想好了 让剑炉戳穿影子的身份 从而逼庆帝对自己出手 其实在大东山的事情开始之前 陈平平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步的谋划 长公主和秦夜两人 本就是陈平平的棋子 长公主最信任的牟师袁红道 和秦夜最信任的监察院内奸严若海 都是陈平平的亲信 陈平平本就想让局势更乱一些 他恨不得让宫里的人都死干净 庆帝自己放了一把火 陈平平就要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最后剩下的残局 就交给范贤跟的大皇子两人去处理就好了 而至于陈平平为何要背叛庆帝 自然是因为叶青梅了 难道不应该吗 陈平平静静听的范贤 将所有事情分析完后 便大笑了起来 然后死死盯着范贤的眼睛 问出了这句话 这次该轮到范贤沉默了 他身为叶青梅儿子 自然不能说不应该 更是震惊于陈平平 对于叶青梅深刻入骨的怀念 以及那种足以烧毁一切的复仇欲望 这个天下最为黑暗的特务头子 内心中藏了一把匕首 这一葬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事 应该是你三年前就已经想明白的 不过仅仅是这些事 你还无法说服我 陈平平脸色十分平静地说道 他需要知道范贤 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如果范贤无法让他满意 可能这个京都 他还是无法离开 而范贤这一次 也冻上了自己 有史以来最活络的头脑 恭送陈平平退休 在范贤前往陈渊的时候 姚公公就将一封密奏 送到了庆帝面前 在这封密奏上 所记载的事情 就是当年庆庙刺杀仪式 其中还有内库生产出的 几个守成奴的去向 跟范贤三年前回京 遭遇刺杀的事情有关 在庆帝看完这些后 沉默了许久都一言不发 因为他看不明白 当初的那些事情查来查去 都没查到什么具体事项 时至今日才发现 原来那些事情的背后 都有着陈平平的影子 庆帝想不通 为何这条老狗 会做出如此举动 但欣慰的是 范贤明显不知道这些事情 不然也不会饶了这么多弯子 给陈平平谋求一个 光彩舒服的退路 而接下来奏折上的内容 详细记载了 北齐小皇帝现身剑炉 被范贤掠走的事情 以及范思哲跟夏七妃合作 江南道北齐内库走私一事 范贤这几年做的事情 都详细地记载在了这份奏折上 这还真有意思 菊沙和庆庙的事情继续查 不过范贤那边就先不要查了 任何事情只要查到他那里 就放手 庆帝和上奏折 对姚公公吩咐了一声 然后就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他相信范贤的忠诚 认为范贤不可能背叛他 他也有这个信心 就算将来有一天 自己这个儿子知道了当年的事情 也顶多会对他施以悲愈地怒火 而不会背叛这个国度 所以庆帝愿意 多给范贤一次机会 就看范贤能否好好地掌握住了 此刻正在沉原跟陈平平交谈的范贤 也在想办法说服陈平平 现在这种情况 再不放手 他就离身死不远了 如果你执意不肯退 那我就算让监察院闹得十分不堪 也要将你打下去 范贤死死盯着陈平平的眼睛 能说的 他都已经说了 他也知道庆帝早就开始 调查庆庙遇刺的事情 那么早晚会查到陈平平的头上 要是陈平平 依旧为了给叶青梅复仇 选择留在京都掌控监察院 庆国必然在不久的将来 产生内乱 他所动用最为极端的手段 就是让自己和陈平平之间 出现一个不存在的仇恨 来保住这位长辈的姓名 你比之前进步很多 我答应你 会离开京都 陈平平见到范贤 将所有事情分析出来 而且找到了最为合适的选择 也欣慰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范贤担心什么 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周折 逼自己离开 其实就是让自己 安稳地活下去罢了 此时这位孤苦一生的特务头子 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内心 也变得温热了许多 看到陈平平答应自己后 范贤心中稍微松了口气 接下来他便开始询问陈平平当年的事情 其中最为让范贤在意的 就是自己母亲遇刺的那晚 五竹去哪里了 而陈平平的回答很简单 那就是神庙那边来人了 神庙的人不止来了一次 至少是两次 我知道的就有两次 他们来一次 五竹杀一次 在当时世间 能够威胁到你母亲的 只有神庙 而五竹根本不允许这些人 靠近你母亲百里之内 陈平平很平静地 对范贤说起了当年的事情 五竹就是被神庙的人分散了注意力 这才没有在叶青梅身边保护她 因为五竹和叶青梅都想不到 她会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个回答也解开了范贤心中 唯一一个疑问 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范贤双手放在了陈平平的肩膀上 用力地说道 一念之间陈平平感觉 自己二十年来的辛苦没有白费 至少范贤 是真正的长大了 范贤在离开陈远后 便乘坐马车 向着郊外行驶而去 很快她就到达了当年的太平别院 在范贤下了马车后 静静地看着这个院子 一时间有些失神 在京都叛乱结束之后 庆帝曾透露过两次 要将这间院子重新赐给范贤 但后面不知道为何 始终都没有落实下来 这一次范贤到来 其实是想要找到一处地方 那就是自己母亲的坟 当初范贤曾私下对她说过 叶青梅的坟 在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 后来也点名了 就在太平别院中 不过范贤并没有发现 别院中有坟墓 叶青梅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她葬在哪里 其实并不重要了 范贤想着想着 就走出了太平别院之中 坐在了第一次 跟五竹来别院的那棵树边 这棵树在当初 被燕小已用件射断后 已经长出了新的质押 几年的时间 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树苗 我在这里想些事情 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范贤坐下后 就对着身边的几人说道 七年小组的成员 应了一声后 就纷纷离开范贤 在四周警惕 范贤坐了许久 也想了许久 然后突然站起身来 走到了河边洗了洗脸 这时 正好有一方手帕伸了过来 范贤丝毫没感觉到吃惊 顺手接过手帕擦了擦脸 你怎么来了 范贤擦拭好后 就将手帕递了回去 来者正是她的妹妹范若若 而范若若也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 范贤的这个问题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路过刚好看见了监察人的人 便知道哥哥在这里 许久没见哥哥了 想你了 范贤听到范若若的话后 不由地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这时有个人陪她一起做做 好像也很不错 接下来兄妹二人 待坐了半个时辰 范贤的心中 因为在想叶青梅的事情 所以始终不言不语 心里有什么事情 说出来或许好些 在太阳开始缓慢下落的时候 范若若突然开口说道 两人一直这么沉默 气氛也有点尴尬 而范贤还是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对范若若 说起了自己母亲的事情 经历了东夷城的事情 范贤对于自己这位 从未谋面过的母亲 心中的形象 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如果当年有人加害我那位母亲 你说我身为人子 该如何去做 范若若是范贤为数不多 可以交心的人 所以对她说这些事 并不用避讳 不过范若若却被范贤的话 吓得有些紧张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那些人 不是都死光了吗 太后娘娘如今也早已经去了 听到范若若的回应后 范贤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是还有些该死的人 没有死 此时范若若也沉默了下来 她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今天自己肯定会听到一个 让她十分心惊的名字 两人又沉默了许久 范贤才突然笑了起来 你说 如果当年是陛下杀了我吗 我应该怎么做 听到这句话后 范若若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手帕 双唇也紧紧地闭了起来 这不是她所能回答的问题 更是她不敢想的问题 不知道 范若若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声音极其地颤抖 这是她最为害怕的事情 害怕自己这位兄长 真的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 在范若若被范贤的话惊到之后 脸色瞬间白了很多 而范贤看到范若若的样子 心也软了下来 开始安慰起了妹妹 别吓傻了 只是没处说理去 只好找你说说 听到范贤的话后 范若若微微点了点头 但眼光之中 还是十分的胆怯 得 我以前有个哥哥 两人又沉默了许久之后 范若若才很小声地对范贤说道 范贤听到这句话后 心中瞬间升起了一阵刺骨寒意 范若若口中的哥哥 并不是指范贤 而是范贤的大儿子 范贤从小时候就得知了 原本思南伯府中 是有一位大少爷的 这个大少爷的年龄 跟他差不多大 是范贤跟原配夫人的孩子 不过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之后范贤才迎娶了刘氏 想到这里 范贤突然想起 陈平平不止一次提醒过他 要他对范贤好一些 因为范家为了他的生存 付出了很多 此时范贤突然明白 当初自己能够活下来 熬到五竹书赶来救自己 并不是庆帝和太后 那些人大发慈悲 留自己一条命 而是有人代替他迎接了死亡 了解了当初这个隐情后 范贤的脸色逐渐的发白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次睁开眼睛 就已经有了一个 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代替自己死了一次 此刻范贤的心 突然痛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亏欠范家太多了 而现在他的心 也突然冰冷了起来 当年已经死了太多人 流了太多的血 自己是断然不能 继续这样无所事事了 关于这件事 我要当面请示一下父亲 今天说的是 你不要和任何人说 范贤站起身来 冷冷地看着对面的太平别院 他要开始准备一下了 整个天下的人都知道 户部上书范贤已经退休 回到了淡州养老 不过范贤却很清楚 范贤不在淡州 而是在东北方的一个地方 正在帮助自己 做一件大事 范贤认为在自己和庆帝这件事情上 范贤是最有法言权的 如果范贤真要同庆帝翻脸 帮自己的母亲叶青梅报仇的话 君臣二人之间一场大战 他是要让整个天下都被拖进去 单凭范贤自己一个人 无法决断这种事情 所以他需要一位帮自己来分析的人 再陪我去个地方 范贤对着范若若说道 然后带着他 一同乘上了马车 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地 位于京郊之外的一处坟场 到达坟场后 范贤便下车 走到坟场的一块地方 然后对着那片坟地 深深地聚了一宫 在这块地方埋着的人 都是之前范贤的下属 因为范贤的一个决定和定策 他们就永远埋在了这里 紧接着范贤便让身旁的下属 去查探这些人的抚恤 以及他们的家人照看得如何 一将中成万古枯 范贤的目光冷冷的 看着眼前的坟墓 接下来范贤从范若若那里 得知了京都府尹 出现了一些问题 便立刻赶回了京都 然后前往监察院中 查看自己待在东夷城 这段时间的卷宗 在东夷城的这几个月中 京都确实出现了一些动静 很多的官员都开始 被户部和吏部暗中探查 所核查的具体事项 也是五花八门 稍微了解了一下 范贤便知道 这是陛下在秋后算账 如今昭正已经大定 按照庆帝的性格 根本不可能放过 当年摇摆不定的臣子 其中范贤的学生杨万里 同样被贺宗伟抓到了把柄 通 还真是有些急不可耐啊 你要杀我就要保 看看这次 时更胜一筹吧 范贤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 那个任人摆布的存在了 经过几日时间后 身为经兆府尹的孙静修 为自己母亲做八十大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范贤同样受到了邀请 京都中的那些达官贵人们 此时也都已经来到了孙府之中 其实孙静修叫范贤前来的原因 就是为了给他撑场面 范贤同样很乐意接管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次 他就是来搞事情的 那些看到范贤的官员们 此时也知道 有好戏要来了 事不关己的事情 自然是要好好的欣赏一番 范贤刚到孙府之中 就被孙静修领着 向内走去 转过几道湾 就前往了书房之中 孙大人 你可着实不是个聪明人 范贤等到安静下来后 笑着对孙静修说道 这一次他借着范贤的身份 来试探官场的动静 搞得太大 反倒是让人生意 这段时间中 范贤同孙静修聊了聊官场之事 交给了他一些隐忍之道 毕竟官场之中 本就是这般的无耻 两人聊完后 范贤就前往了政厅之中准备开席 待到所有人到齐后 受洗也正式地开始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位 范贤已经听烦了那些官员们 争相过来给自己拍马屁的话 一时间想不通 他们到底是来贺寿的 还是专程给自己拍马屁的 不过范贤并没打算搭理这些人 随着受力逐渐落入尾声 孙静修也开始向众人表达谢意 此时 也就是范贤该表演的时间了 孙大人官声如何 等官就不赘言了 陛下私下也有言辞加勉的 范贤此话一出 大厅中的那些官员们 瞬间鸦雀无声 因为这些人也知道 范贤是打算 帮孙静修出头了 在范贤开口后 在场的所有官员面面相去 范贤的话语中 很明显地指出了 刑护部上书魏东行 他这两年的举止行为 已经得罪了范贤 就算范俭卸任护部上书 但是他将护部 从范家独立王国中拉出来 以心以意按照庆帝的意愿发展 确实让范贤感到不满 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范贤脸上的笑容 越发地深邃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 范贤并未动怒 只是用很怪的语气 说出了护部上书 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听得众人只能尴尬地陪笑 而魏东行更是心头一振 知道范贤表面温柔 其实内心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即便是自己今日求饶 后退一步 也难免日后范贤针锋相对 他已经是一招上书 又有庆帝和贺宗伟的权力支持 就此让步 实在说不过去 不知小公爷今日 为何怨气充充 今日乃孙静修大人母亲大寿 怕是小公爷说这些话 不合适吧 魏东行此言一出 宾客们瞬间一片哗然 谁也没想到 魏东行能够直接回敬范贤 陛下曾经说过 人生于世需要有敬畏之心 本观行天地之间 只对两样有敬畏之心 范贤根本没搭理这位户部上书 端起酒杯自顾自地说道 我一敬陛下 二敬父母 陛下说得好 没有敬畏之心 行事便会趋于梦朗 我以往行事便有些梦朗 还望各位大人多多担待 范贤将杯中的酒一饮而敬 很明确地告诉了众人 他们的敬畏之心里 除了天地父母陛下之外 不要忘了还有自己 这句话威胁得很有水准 直接让魏东行哑口无言 因为谁都知道 范贤虽然有个失先名头 走的却都是那阴森鬼路啊 在范贤喝下杯中酒后 魏东行只能脸色阴沉的 端起酒杯一饮而敬 看到这一幕后 范贤点了点头 举起酒杯敬了最后的一杯酒 大家吃好喝好 紧接着范贤就提前离开了孙家府邸 乘坐马车 前往太学去见湖大学士 其实这一次 他在孙府中的举动并不合适 这种态度会马上传遍京都 所以范贤必须要在 对自己不利的言语兴起时 尽快地去处理后续事宜 很快范贤就达到了太学中 此时太学里的学子还在上课时间 见到范贤后 纷纷起身行礼 小范大人 老师 先生 各种称呼络绎不绝 范贤一一含笑点头应过 又跟相熟的学生们 说了几句闲话 便立刻向照身处的静思亭走去 来看您来了 在进入内室看到那位大学士后 范贤很恭敬地 对他行了礼微笑地说道 胡大学士此时正在看一份古籍 见到来人后 便摘下了眼镜看了好一回 才认出了来人是范贤 我难得今日不用教学 正想躲躲清清 你就不能让我缓缓 胡大学士看着范贤 无奈地笑了笑 他知道范贤来找他 必定是一些麻烦事 接下来范贤跟胡大学士的一番谈论 也将孙静修京都服饮的位置保了下来 就这样 范贤稳固了手中 其中一个权利 处理完胡大学士这边的事情后 范贤便立刻入宫面见庆帝 依靠三年前护卫京都的功劳 再度向庆帝力保孙静修 胡大学士只是一个添加计 真正要保还需要这位陛下 亲自开口才行 不过今日庆帝 却只简单地敷衍一番范贤 告诉他孙静修已观后效 因为此时庆帝 直派贺宗伟去查探的刺杀仪式 已经逐渐有了一些眉目 庆帝感觉到了那个人 已经隐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在范贤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后 就先行回家休息了 但是他没想到 贺宗伟此时已经盯上了他 这段时间中 贺宗伟正忙碌着搬家 他已经成为了新任的御士 并且开始跟各方的势力进行周旋 是庆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门下中书大学士 算是风头无二的存在了 但是有一个人在贺宗伟的心中 一直是一个阴影 阴飘飘地飘荡在他的头顶 折盖住了他未来无限的可能 这个阴影 就是如今的监察院院长范贤 在贺宗伟的心中 他自己是个才子 但是对方却是万人敬仰的实现 自己是一位大学士 对方却是淡薄公 最为关键的是 他自己是一个贫苦人出身 而对方竟然是陛下的私生子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 都死死地压制着贺宗伟 将他压得喘不过起来 在入朝围观后 贺宗伟为了维持自身 公正清廉的形象 付出了许多 也得罪了不少的高管权贵 他为了这风光付出了所有 却只能屈服在范贤的威压之下 必须要先找个法子 贺宗伟恶狠狠地说道 他现在已经不在意 能否成为一代名臣了 现在他要确保的是 自己能够在陛下死后 还活得下去 所以在陛下死之前 他就必须要让范贤死 当然贺宗伟深知范贤不是那么好杀的 在这六年 跟范贤的接触中 他始终都能在范贤的眼中 看到一丝好杀的能力味道 这是他跟范贤之间的差距 不过贺宗伟现在被靠庆帝 这就是他最大的依仗 就这么想着 贺宗伟走到了桌前 拿起了一个小册子 在这上面记载着京都叛乱后 大东山方面迅国的名单目录 此时贺宗伟的眼睛 盯着上面的两个十分显眼的名字 高达和王启年 其实当初关于高达和王启年这两人 在监察院的报告 以及内庭最后的报告上 都已确认了死亡 但是贺宗伟却不信 在三年前的时候 他就不相信这两个人死了 即便是事后确认了大东山上收拢的尸体 确实有这两个人 但他仍然不信 因为这种手段 监察院很容易就能做到 他比庆帝更了解范贤 高达和王启年两人 不应该这么默默无闻地死去 并且在这几年的时间中 贺宗伟也一直派人 盯着范贤的一举一动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 值得探查的地方 范贤这位对属下极其照护的官员 尤其是最看重的两个心腹 按道理不应该获得这样的待遇 而让贺宗伟认定 这两人没死的原因 是因为监察院所发放的抚恤 高达一生未娶妻子 自然一了百了 不过王启年是有妻女家时的人 监察院每年的抚恤到事发了 却从来没有人知道 是谁领走的 如果王启年死了 范贤一定会负责王家的生活起居 本然不可能放任他的妻女 在世间凄苦地流浪 王启年没有死 那么自然高达也没有死 两个没死之人 尸首为何在大东山 想到这里和宗伟嘴角 犯起了一丝微笑 齐军大罪应该当场处死 只要两人能被证实为死 那么他拿下范贤 就十分容易了 关于范贤 他根本找不到任何下手的空门 只能挑拨这对父子的关系了 王启年 高达 继续去查这两个人吧 即便是任何一丝细节都不能放过 贺宗伟对着下属吩咐了着 是时候该对范贤出手了 在第二天早朝中 范贤在朝堂上 又打压了一次贺宗伟 跟庆帝的争吵中 也占据了上风 所以今天他心情还不错 不过接下来 他就要踏上正途了 前往东夷城的建炉中 处理最后的事宜 在同送行的官员寒暄了一番后 范贤就登上了马车 等马车行驶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马车中另一个人 突然开口说道 东夷城那边已经有了动乱之际 真不要我去镇压吗 说话之人是监察院的严冰云 这次我会带着黑旗入城 而且老院长大人过几天就要返乡 你在这里替我看着就好 范贤安静地对着严冰云说道 他需要一个人 帮他在京都照看 而严冰云更为担心的 其实是最近很活跃的贺宗伟 贺宗伟那边你放心就好了 他自认为了解陛下 了解监察院的能力 实际上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他什么都不知道罢了 范贤根本不在意 贺宗伟能蹦跋多久 这根本就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在两人交谈完京都市以后 范贤就正式踏上了路程 但是在刚离开京都不久 随从就给他送来了一封密信 密信的署名是于常 范贤接过密信后 初略地扫了几眼 然后就调转了马车前进的方向 前往了京都之南的卫州城中 这也是沁国十分繁华的一个都市 范贤车队到达卫州后 立刻前往了城中 最为豪华的一个赌场千金阁 我来找一位姓官的朋友 范贤直接忽略了上来探虚实的管事 表明了自己真实的来意 听到关这个字后 管事脸色立刻变了 十分恭敬地请范贤前往了楼上 许久不见 范贤看着面前的少妇 微笑地说道 这人正是当初 被范贤放走的关五妹了 在当初关五妹刺杀范贤不成 被范贤打击了一番放走后 其实慢慢地 便被范贤发展成监察院的人了 主要还是因为关五妹后来得知 范贤帮助她那位表哥报了仇 夺回了明家的家产 小范大人 于常正在内听 关五妹恭敬地 对范贤行了一下礼后 便将空间留给了范贤跟于常二人 在范贤进入内听后 便看到了阴影中站着一位刀客 这么急着让我来做什么 范贤坐在了一旁冷冷地说道 黑衣刀客并未立刻回答范贤 而是将一张纸 放在了范贤的面前 上面列举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和银子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银子 范贤看着上面的数额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位黑衣刀客是当初范贤培养出来的 不同于虎卫 他是跟影子一样 存在于黑暗之中 在范贤退位后 就将这些人留给了范贤 建设到了后期 总是花钱花得极快 这是上书大人的原话 黑衣刀客没有任何感情的回答道 听到是自己父亲受益后 范贤便也不再询问 只是对关五妹安排了一下 让他从中协调一下筹集银子的事宜 然后便在卫州休息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就立刻上路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天的时间 范贤的车队便前忙了 北极和东夷城的交界处的一个大山中 这个地方十分的偏颇 但是交通却并不落后 因为这是很多年前 就上路的一个中转站 只是荒废了许久 早已经消失在了地图之上 而这 正是范贤的老爸 范贤所筹备的一个地方了 范贤等人在大山中的道路饶了半天 才终于爬上了半山腰中 看到了一片如同世外桃源的隐藏农庄 神木人 范贤刚停下一小步 就有了十几把弩剑探了出来 此时范贤将头低了下去 把自己的容貌隐藏在了黑暗之中 然后从腰间抽出了一块小令牌 对着前面亮了亮 很快一个长弓模样的人走了出来 小心已接过令牌仔细查探后 便在前方引路 带着范贤继续向得深处走去 参见提斯大人 等到了一个僻静地方后 长弓立刻对着范贤跪了下去 十分激动地说道 此人是起年小组第一批的成员 此时见到范贤后十分地激动 这几年辛苦你了 我来的消息 暂时不要透露出去 范贤将他扶起来后说道 老大人前两天也来了 长弓起身后便继续对范贤说道 快带我去见他 范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便要立刻去见范贤 很快两个身影穿梭了众多的建筑群 到达了一个很特别的屋子前 孩儿见过父亲 范贤进入屋子后 立刻对着范贤行了跪拜之礼 父子两人这一次相见 也是时隔三年之久了 在京都叛乱的时候 范贤将庆余堂的那些老掌柜们 送出了京城 其实就是想要他们头脑中内裤积数 而这块地方 就是范贤打算在庆国之外 重修一座内裤 这是范贤此生做出最大的决定 也是打算改变庆国 骁傲世间的本钱 范贤则是帮助他 筹备第二内裤最佳人选 这件事比你所想象的更加困难 你要做好准备 范贤帮范贤到了杯茶后 就开始跟儿子谈论了起来 其实范贤早就发现了范贤 心中在想什么 父子二人便也开诚不公地聊了起来 再次范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